穆涵 你开始写穆志明了吗? 戴志超传道 2022年9月7日 最近在成都 风控和地震都在提醒着我们死亡 在主日听道的时候 牧师五年前的正道 下一站天国仍然震聋发聩 提醒着我们 你的下一站在哪里? 你活着会给人一种紧迫感吗? 因为天国就要来临了 第二天的地震 就仿佛天国降临的预演 楼房开始摇晃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还没有想好 最近的成都 确实有一种深深的紧迫感 人们在小区群里 庆幸着自己的小区 还没有阳性病例 不像其他小区那样 被拉去集中隔离 却又暗暗担心 那一天的临到 因此 进退失聚 不知所以 只有自己把自己 封控得更紧 想来正一个好表现 得到一个相对 比别人更好的命运 可惜 命运并不由自己控制 我想 这是这几年 疫情防控 带给人最大的启示 你不知道 疫情和明天 哪一个先来 而你的人生计划 就是不断拿来 被疫情打断的 只是我们必须想一想 一个可以被疫情打断的人生 算不算人生 那么 如果往更远处想一想 一个只能被死亡定义的生命 算不算生命 如同一首歌所唱 多少人走着 却困在原地 多少人活着 却如同死去 多少人爱着 却好似分离 多少人笑着 却满含泪滴 今晚线上聚会 问了大家两个问题 一 如果你被送去方舱集中隔离 你会怎么做 二 周一地震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你的木志明是什么 讨论从开始的比较焦虑 慢慢的越来越深 大家仿佛 大家仿佛看到今生只是永生的一场 眼泪 在普遍的焦虑与绝望中 仍然有光明的清武 有生命的心香 弟兄姊妹在分享中 不断回溯到上帝的主权以及人的责任 看到自己在主里是如此富足 而福音是唯一的出路 一些弟兄姊妹 讲到在地震发生时 正好身边有需要照顾的老人 而愿意放弃逃跑的念头 在祷告中 与行动不便的亲人 一起承担可能的痛苦和死亡 那种爱的尾声 让我想起基督的降悲 他代替我们这些必死之人 承受死亡和咒诅 那种道成肉身的爱的真实 最后 我们花了几分钟的静默 一起来写下自己的木志明 作为自己对上帝和对世人 所想要说的话 下面我把这些木志明分享出来 你们来注足观看 仿佛从坟墓穿过死亡 思想自己的结局 1. 永属基督 2. 我还活着 3. 我的救赎主活着 4. 感谢主 5. 与主同在 好得无比 6. 这一生最大的罪 就是前半生不认识主 这一生最好的归宿 就是回到主的怀抱 7. 盼望进入主的怀抱 天国里那美好家乡 8. 耶稣爱我 我爱耶稣和你们 9. 我信基督而死 10. 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 11. 唯有基督使我得生 12. 信基督死无权是 望天家永活生命 13. 我到家了 这里好得无比 愿你也来 14. 愿主统治我 遵主名为圣 求主使用我 为主做见证 15. 永为天路客 16. 与基督同死 必与他同活 17. 生于尘土 归于尘土 便废为宝 唯有耶稣 18. 这一生最欣慰的事 是信靠主耶稣基督 19.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我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20. 上帝爱你 耶稣爱你 好好信主 感谢上帝 21. 信耶稣得永生 22. 曾经风闻有你 如今亲眼见你 23. 基督圣徒 安息之所 待他再来 必要复活 耶稣仆人 展息之处 君王再来 复活赞美 卸下地上的老苦服事 进入了展时的安息处 复活之时 必重新得力 赞美也充满生命力量 在基督里 与你们一同 等候天国的 拜智超传道 与祖后2022年9月7日 容成静默之中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